今天袁岳強司長的回應 他沒有直接否認這件事 也都令人質疑究竟律政司在這個提出上訴的決定 有沒有政治的動機或者因素在裏面 袁岳強司長他有責任出來清楚說 就是他當時是否有否定他身邊的一些高級的刑事檢控的律師同事的一些決定 究竟他們的建議是怎樣呢 究竟他當時的看法是怎樣呢 他說有不同意見 那些不同意見是來自哪一方呢 是怎樣去解釋呢 其實就這些重要的檢控決定 其實刑事檢控專員 是過往都有出來去解釋給公眾聽 究竟他們提出上訴 或者不提出上訴 或者提出檢控不提出檢控 是有一些理據的 那我希望刑事檢控專員和律政司 是會清楚出來解釋公眾的疑問